无论跟谁聊天,关系多好,都尽量少聊这几点,人生中的灾难,有时往往就起源于有意无意的说话,说了太多错话,不知不觉就得罪了别人,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,也在无形之中为自己埋下隐患,因此人类最高级的智慧就是懂得适可而止,不管和谁聊天都尽量少聊这几点,这才是为了你好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不聊家事,不说抱怨,家事是个人隐私和外人说别人无能为力和家人说家人不能理解,毕竟人和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立场和角度。 当我们抱怨家事的时候,会让亲者痛,愁者快,更有甚者,会一味地叫我们隐忍,让我们不但不能疏解情绪,反而陷入更加消极的状态中,聪明人向来懂得,对待家事,与任何人都要保持坚默,就算有人问及,也要避而不谈。 如果被外人知道了,只会让人看笑话,幸灾乐祸一番,如果被亲人知道了,只会劝我们大事化小,苦口婆心一番,无论如何,我们都不可能获得想要的那种松弛感,只会加重我们的心理负担。 因此,就算不是家仇,也不要外养,给别人看到我们积极的状态。 也会让我们多获得一份尊重,少得到一份讥讽,不要聊金钱的问题,小陈最近有一个烦恼,原本和他关系很好的朋友,突然间与他渐行渐远了,为此他曾经多番询问对方,可是对方都没有回答,后来还是母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,原来是小陈再有一次来聊天中突然和同事聊天, 他家里有八套房子的事,朋友来自农村,没有任何的家底,面对A经济条件如此优厚的小陈,一时间不知所措,远离是他能够想到唯一的安慰自己的方式。 小陈性格直爽,口不择言,却使这段感情濒临破碎,与其说朋友小气,倒不如说是金钱这样敏感的话题,真的会刺破感情,正所谓,人不换管而换不均,一个需要靠自己努力奋斗, 才只能在大城市站稳脚跟的人,如何用平等的心态去看待那些天生就在罗马的人呢? 友情一旦有了衡量,彼此出现了不平衡的心态,就很难再继续了,为此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适当装穷, 不要和同事或者朋友差距太大,一是避免有些人会觊觎你,给你使绊子,二是以防伤了朋友的心。 有钱自己知道就好,不必到处宣扬,保持低调,对彼此都是最好的结果,少聊自己的成就。 当我们经过拼搏,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时候,我们的内心满足而喜悦,于是,有些人非常迫切地想找人分享这一切, 就逢人就说,他们的本意只是为了分享喜悦,只是很多时候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当一些别有用心的的人听到后,往往就会改变了初衷,认为我们是在炫耀,从而对我们产生了不满,甚至嫉妒,其实啊,所有的成就都是自己的,我们就算是开心,也不要随意和别人说起。 因为,人们的欢喜并不相通,我们的成就可能就是别人心痛的地方,而且,经常说起过去,我们会变得沾沾自喜,沉迷于过去无法自拔,从而丧失了斗志,在聪明的人看来,成就只能代表过去,不能替代未来,在未来的每一天,我们都要脚踏实地,持续努力,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,王小波说过, 人生是一个不断受锤的过程,你不露头都要挨锤,你一露头更跑不了,低调一些,将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自己收藏,不外露,不多聊,守住自己内心的一切。 我们方能专注于当下,过好现在与未来的每一个平淡的日子,少聊别人的闲话,在背后说人闲话,本身就是一种缺乏教养的体现, 你永远不知道有些话你说出来了,别人会如何解读,而这些解读并非事实,这对那些被说闲话的人来说,是不公平的,电影《海地与爷爷》里便有这样的剧情, 爷爷常年一个人生活在深山里,没有人真正了解他,只是觉得他是个怪人,但村里的人太闲了,总要有些话题聊,已打发漫长的时间,于是有人开始造谣,说爷爷杀过人。 海地太小了,不懂得明辨是非,本以为好不容易找到了亲人有了依靠,这下连跟爷爷说话都不敢了,后来爷爷告诉海地,人们总爱在背后说些闲话,但是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所看到的,感受到的,这才是事实。 海地选择相信爷爷,给了爷爷一个拥抱,在背后说人闲话,是很愚蠢的一个行为,说得多了,甚至会让人怀疑你的人品,如果不想自毁虔诚,请务必管好自己的嘴,正所谓或从口出,生活中的很多麻烦和烦恼,其实是可以避免的。 只要你懂得约束自己,管好自己的嘴,不要什么话都往外说,很多时候,或许你没有想太多,但是有些话说出来了,就难以避免别人会想太多,不想让人以为你很蠢,或误解你的人品。 就不要给他人诟病你的机会,不聊理想,不说报复,理想与报复,是一个人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向往,当我们与相熟的人谈论这些,或多或少会受到他人的评判,这会在我们日后遇到阻碍时,不由自主地想起,会变得犹豫,会变得怯懦,如果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道,就会认为我们是虚伪和空洞的人,会肆意散播出去,给我们制造更多麻烦。 当然,所有的理想和报复,都是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才能实现,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,比起夸夸其谈,聪明人会选择脚踏实地,步步为营,一步一个脚印实现梦想,让他人惊艳,一切空谈都是纸上谈兵,不会让我们得到任何好处,因此,不做思想的巨人,行动的矮子,是成熟的人该有的状态和选择,少聊彼此的感情时,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感情时,这是我们心中最隐秘的角落,往往不希望被别人看到。 对方想要告诉你时,再细心聆听,这样的关系才更为融洽,少聊别人的隐私,尊重他人的隐私,是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 无论是与朋友还是同事聊天,我们都应该避免涉及他人的私人生活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,和不愿为人知的事,别人告诉你,是因为相信你,不应该把别人的隐私当作我们茶余饭后的聊天话题。 一传十,十传百,生活中的流言蜚语就是这么来的,一旦我们泄露了他人隐私,不仅会伤害到对方,也会破坏彼此之间的信任。 记住,守口如瓶是一种美德,也是一种智慧,在聊天时,我们可以多关注一些公共话题,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交谈更加愉快和和谐。 不聊未来,不说规划,将自己的规划告之于人,等于将制造麻烦的机会给了对方,尤其是在职场中,不能大谈特谈自己的计划,很多公败垂成的事情都发生在被人洞悉发展方向的机固眼上,就算无人知晓,无数的可能和变数都潜伏其中,更何况加入了人为这个变化量。 所以,不想让未来的发展更加难以预测和控制,就只能默不作声地暗自努力,千万不能落入他人的掌控,还有一类人,他们也许是我们的非常亲近的人,却也会因为我们怀有的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而阻挠我们。 他们认为我们没有能力获得想要的东西,这会让我们十分泄气,觉得自己是孤家寡人,渐渐失去奋斗的决心。 所以,如果不想被人干扰,就不要和任何人说起这些理想和报复,默默努力,成就自己,才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。 聊天,如果不能让我们变得轻松,就不要开始,因此,不与人聊以上这些话题,是为了维持我们内心世界的秩序,不让别人轻易践踏,更不让别人肆意打扰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